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晓 我们都打过喷嚏 知道这是着凉受寒的表现 还有人会在早晨连续打很多喷嚏 甚至是打几十个,根本停不下来 但是白天又好好的没事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个是阳虚体质的表现 早晨是阳气生发的时刻 但是体质偏寒的人会以打喷嚏的方式 把寒邪从身体驱逐出去 这是一种身体本能的自我保护的反应 同时阳虚体质的人还会比别人怕冷 手脚也偏凉 还特别容易感冒着凉 今天呢,我教大家一个搓肚脉的方法 让你不再怕冷打喷嚏 都脉捅一身阳气 它在我们后背的脊柱上 我们主要搓的呢 是腰部的这一段 这里有命门穴 腰阳关和肾疏穴 接下来大家来看我的动作演示 我们要搓的呢 是从巴疗也就是尾锥这里 一直往上到你的手臂所能抬取的最高的位置 有的人手臂可能抬不起来 肩膀不好 只能抬低一点 那有的人呢 肩膀比较好 就能抬得尽量高一些 用你的大鱼剂 从下往上 再从上往下 来回的搓 好,速度可以快一点 一直搓到 感觉到后背微微的发热 大概呢 每天我们在早上的时候 搓十分钟 就可以达到后背发热的效果了 右手比较累了之后 可以换左手 同样用大鱼剂 搓肚脉 其实也就是搓中间的脊椎 这个动作大家坚持做 两个星期 这种不停打喷嚏的现象呢 也就慢慢的消失了 同时呢 在夏天 我们也要保护好后背 不要受寒 今天这个内容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如果您还有什么想了解的问题 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 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